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你们的讲师King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绘画通知的第一种,我们的cookie 那接下来呢往下来学,学习一下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session 那其实呢我们的cookie和session在本质上是没什么区别的 它都是针对于我们http协议的一个局限性 而提出的一种保持我们客户端和服务器间保持绘画连接状态的这样一种机制 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内容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我们的session 那session呢它是指一种绘画,就是我们的绘画 指一种持续的双向的连接 那我们也说了session和cookie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有联系也有区别 那我们的cookie呢是存储在我们的客户端 那session呢是把数据存储在我们的服务器端 这也是他们两个的区别 那接下来呢也会有一定的联系 我们在讲原理的时候也会给大家介绍 那这一块让大家也应该清楚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面试题可能会问到啊 session和cookie的区别 那接下来聊一下我们session是如何来工作的 也就是我们session的一个工作原理 那session呢我们可以说假如说用户打开一个网站 到开始浏览到关闭我们浏览器为止 这就是一段绘画 就相当于我给一个人打到挂断电话 这个之间就是一个绘画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我们session是如何来工作的 那其实举一个比较现实中的例子 可以来说一下 假如说我们这个啊 有车的同学去洗车 那我可能我就到我们家旁边的一个洗车行去洗 那在这呢我就可以办一个他的会员 那每次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办会员的时候 这个商家就给了我一张会员卡 给了一张会员卡 那这个会员卡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cookie 对吧 给我们浏览器 浏览器给 给我们浏览器的一个什么呀 对 小甜点 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cookie 那接着下次我再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带上这张会员卡才可以洗车呀 没问题那session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session就是你办会员卡的时候 我既会给你张卡 卡上有我的卡号 那也会在我的这个店铺啊 也会保存这个卡号信息 对吧 可能保存在我的服务器里 这店铺就相当于我们的服务器嘛 那保存之后呢 下次我再来的时候 你可以带卡 对吧 那假如说你没带卡的时候 我可以记住我的卡号了 那我可以说一下我的卡号 他在我们的服务器中 查一下是否有这个人 如果有的话 他就证明是我们的用户就可以去洗车了 那其实呢 这就是我们的session的一个工作原理 当我们用户第一次 假如说来访问我们服务器的时候 他会把一些信息保存在我们服务器上 以一个session文件中 默认的session是以文件来存储数据的 并且呢会产生一个什么呢 就像我们会员卡号一样的 session ID号 之后呢 我们在lis中也会来看一下 而且呢 我们客户端浏览器 向我们的客户端浏览器发送一个产生 cookie文件的请求 那默认的我们这个session ID呢 也是通过cookie来进行一个传递的 那将我们的session ID号呢 存储到我们的cookie文件中 当我们用户再来访问服务器的时候 他就会携带有我们这个session ID号的cookie 一起来发送到我们的服务器 那服务器呢 就会接到这个ID号 在他的本地服务器上查询一下 是否有这样一个session文件 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读取出他的这样一个信息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都是理论的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使用我们的session 那首先呢 使用session的时候 我们需要来开启我们的绘画 开启绘画呢 比较简单通过session start 但是需要注意 在session start之前 不能有任何输出 和我们session cookie一样啊 不能有任何输出 否则呢 就会报一个警告 接着再来使用我们session 那使用session呢 也是比较简单通过 我们预定音变量 到了下线session 来存储我们的数据 还有就是删除session 那这一块呢 我们一会再来看 先来看一下基本的设置和使用 来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目录 在这 session 最简单呢 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个session 就相当于我们用户第一次来 访问我们的服务器 来设置一些数据 1-3 session 好 第一步首先 开启绘画 可以通过session start 来开启 开启之后呢 我来保存我们的值 那简单一点 我保存一下用户的信息 就向用户登录之后 保存一个username 因为每一个上面 我们是不是都要用到这个用户名呀 对吧 接着再保存一下session里边的 用户的salary 薪水 叫123.456 再保存一下用户的年龄 age 叫做12 或者45 再来保存一下 是否结婚 等一个处 好 那这样呢 就会产生 一个文件 保存到哪呢 对 保存到我们的服务器端 以sess开始的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次来访问 session 1-session.prp 设置之后呢 你看 没问题 当我们再打开一个 这就绘画产生了 我们再来一个页面 来打印我们的数据 假如说再来一个 dump dump中呢 我们也是开启绘画 接着到了 小线 session 打印一下 它就可以 好 那现在你看到 设置完之后 我们再来访问 它的时候 就会看到 我们的内容 我们来设置一下 刷新 没有 session start 对 开启绘画 session start 当你没有看到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证明我们没有开启这个绘画 对吧 这时候你再看 是不是有值了 username 对应的谁 这些值 是不是都有了 没问题 那当我们把这个绘画 关闭掉的时候 来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的绘画 是不是关闭了 关闭之后 我们再来访问的时候 直接访问一个dump 看一下是否有值 dump 现在是不是一个空数组 证明没有 那想要有的时候 首先我们说了 第一次相当于我们的设置 1-Session 设置 设置之后 当我们再来访问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时候呢 其实你打开我们的这个控制台 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次访问之后 会产生一个什么的 对 以Session名字 这是我们的Session名字 命名的这样一个 Cookie Cookie 保存到了哪呢 保存到了我们的服务器端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在这一块 我们刷新 这是有的 那我们的Session名字 这是我们的Session名字 对应的只是它 那打开我们的这个Session存储的位置 默认的是在我们的C盘的Windows下的临时目录中 会产生一个 这里面太多了 我们把之前的删掉 好 现在你看到这些先不用管 当我们第一次访问他的时候 你看好了 刷新 就会在这来产生这样一个 以SESS开始的后面跟上我们的这样一个唯一编号的这样一个文件 是不是放到了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端呀 对吧 放到我们服务器端 接着你可以打开 可以来查看一下 那其实这里边保存的就是我们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 和我们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对 这是序列化之后的数据 那现在你看到我们存的Username对应的字符串 长度是4 值是谁 Celary D是double 123.456 A值整形 包括Marie的布尔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看我们的数据就产生了像一个文件 保存到了我们的服务器端 对吧 这样的形式 当我们把绘画关闭之后 再来看 我们还可以再打开 现在是这里边是有的 那接着当我们再访问的时候 对 你看到现在是不是一个空数组啊 相当于我们的绘画已经关闭了 绘画关闭了 但这个文件呢 并不是说我们的浏览器关闭掉之后 它这个session文件自动就删除了 我们可以来销毁这个文件 包括呢我们的session也有一个垃圾回收机制啊 回收机制 好那接着再往下看 当我们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还是需要注意啊 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他怎么能来认识呢 他就会带上这样一个文件 来看 打开我们的空中谈 当你在访问这个session的时候 设置完了 在访问dump的时候 他怎么能认识呢 对吧 在这里边他就会有一个 在这儿 网络刷新 你看一下 在我们的请求中 他会发送这样一个cookie cookie的名字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session ID 对 看这儿把它搞出来 cookie的名字呢 就是我们的session ID 对吧 那接着 有了这个session ID 这就是我们的唯一编号 那我们到我们的服务器上 就可以以他来查找 看一下是否有ES3的 对 ES3K 是不是找到了这个文件呀 找到这个文件之后 再把我们的数据反序列化之后 放到我们的这个session 预定一变量中 所以说我们打印的时候 才能得到这个值 这是我们session的一个工作原理 好 那接着再往下再看 假如说没有一个用户了 我们再打开一个 我们后来再写一个 二号session 在设置session的时候 需要注意啊 我们的件名 只能是我们的字符刷 不能是什么呀 对 不能是数字 假如说你写成一个AA 这是可以的 BBB等一个2 接着你再写一个session 写成一个3 等一个3 这是不行的 来看一下 假如我们在这再来访问 test.3 .com session 2 接着我们再打印一下 dumb 你看到只得到这两个设置成功了 再看一下我们的临时目录中 又产生一个新的 这是新的 我们可以打开 只得到了谁啊 AA对应的值是1 BBB对应的值是2 那个3 设置成功了吗 没有 同时我们打印出来的时候 也是没有 对吧 也是没有 所以说这一块需要注意 我们的这个session的件名 只能是字符刷 件名 只能是字符刷 那接着再往下 你同样这样也不可以啊 假如你再写一个 到了下一篇session 不能数字 写个4 等一个4 这也是不可以的 你看 也是不可以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再往下 我们看到的这个产生的session文件 这个文件名是哪来的 对吧 这个session的id号是哪来的 包括你看到我们刚才发动请求的时候 这个名字 PPSESSID 对应的 这就是我们的唯一的 id号 sessionid号 这是哪来的 我们可以设置 也可以得到 假如说在这我们得到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来 echo一个 可以通过 sessionname 得到它的名字 接着再来输出一下 sessionid号 也可以 来试验一下 第二个 二杠session 你看一下 session的名字 是不是正好是 PPSESSID呀 对吧 那这个session的 id号 session的对应的id号 是不是是我们产生的这样一个 唯一的这样一个字符串 对吧 唯一的这样一个字符串 你可以看一下是多少位的 strlance 26位的 对吧 唯一的这样一个字符串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session的名字 之后呢 我们也会用到 假如说我们进入cookie的时候 我们想传递 这样一个sessionid 我们就可以通过url来传递 那用到的这个名字和值 就是他们两个 就可以得到了 那有的时候呢 我想保存我们的绘画 你看 刚才我们是不是 打开的时候 这是有值的 打开几个绘画之后 这是可以得到的 对吧 那当我把浏览器关闭之后 再来直接访问 这个页面的时候 还有了吗 是不是没有啊 这时候我想保存它 我是不是还可以来通过cookie 来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 持久啊 来看 直接访问 是没有的 没有值的 那现在我还想保存这个 id号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保存到我的cookie中吗 对吧 保存到我们的cookie中 你可以这样来写 set cookie session name 对应的 只是sessionid 接着 有效时间呢 假如说我想保存 3600秒 一小时 那你这样设置之后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cookie文件 当我们再向浏览器 发送请求的时候 就会把本地的这个cookie 是不是这个sessionid 就传过去了 那就把这个名字传过去了 一个小时之内 是不是都有效啊 那否则呢 我是不是关闭浏览器 这样的一个session 就已经失效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来实验一下 我们再来 1-session 接着再打印 这是有的 那接着我们再直接来访问它的时候 你看把它关闭了 再来访问 现在也是可以的了 只要一小时之内 没有成功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禁用了cookie 工具选项 隐私 接受啊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cookie 是否设置成功 找到我们的test3 先全部移除吧 来重新实验一下 我们访问的是1啊 应该是2 我们是不是在这加的 2-session 好 有了 有了之后 我们先打印一下 这是有值的 有值的 接着把它关掉 再来 现在你可以看到值 因为我把它保存到哪了 对 是不是把它存储到我们的cookie中了 所以说当你在访问的时候 会带上这样一个cookie 在这来看一下 会带上这样一个cookie cookie的名字呢 就是我们的ppsessid 那那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session的id号 接着发送到我们服务器中之后 服务器中能查到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说呢 就可以告诉这是我们的 像假如是我们的用户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信息了 得到我们的信息 这也是 把这个session 保存到我们的这个cookie中 那默认的session这个id号 传递的时候 也是基于我们的cookie的 我们说了 是不是会向我们的浏览器 客户的浏览器 发送一个产生cookie的 这样一个文件的请求啊 将我们的sessionid号 存储到我们这个cookie中 当第二次访问我们服务器的时候 就会带有这样一个id号的cookie 一起来访问我们的服务器 所以说服务器呢 可以根据我们的cookie中 这个sessionid号 来查找对应的一个session文件 来获取相应的信息 这样一个过程 那好 那接着再看 我们保存一个只可以 像我们的cookie中 也可以设置一个只 是不是也可以保存一个什么呀 对 保存一个数组 三个session session start 设置数组的时候 写成一个session 假如说写成一个users等一个数组 来一个user1 对应的又是一个数组 假如说这里边还有username对应的是king age对应的12 接着还有这个假如说cellary 对应的123456.789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marry的可以保存我们的任意类型 包括你这会再保存一个数组 包括你这会再保存一个数组 是不是也可以啊 假如说再来一个cosers 对应的又是一个数组 a b c 这是一个 保存多个值呢 也可以 两个三个 稍微改一下 23 king 2 king3 其他的就不变了啊 接着我们怎么来设置保存到我们session中呢 把这个数组直接来写dota想要一件session等于dotausers 好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我们再来试验 3-session 接着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dump一下 已经打印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数组啊 刚才设置的是不是也行了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这是相当于设置数组 那接着我们如何来删除呢 对吧 包括修改也可以 你想修改的时候还是根据名字 来找到对应的一个值 根据名字来找到对应的值 那接着删除session呢 或者说销毁的一个绘画呢 我们可以通过第四个 session destroy 在这呢 你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session destroy 来删除我们的绘画 销毁绘画嘛 对吧 写上一个session destroy 接着呢 我可以把session中的数据清空 可以给这个session 付一个空数组 那现在来看一下 当我们运行一下这个文件 第四个 这啊 运行一下 destroy之后 再来打印的时候 你看一下 还有数据了吗 没有了 同样的 假如说把它先都删掉啊 已经产生这么多了 都删掉 重新来访问一下 这个是由的设置 会产生这样一个文件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序列化之后的数据 这样一个数组 接着把它关掉 我们再来刷新 在这也可以打印出来 再来销毁它的时候 看一下 没问题 之后呢 在这我们再来 看一下 这个session文件 是不是就没了 session destroy的作用 就是把我们的session文件 销毁 销毁 这样的过程 那如果说你在设置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在这儿 设置的时候 第三个 你还把session存到我们的cookie中了 set cookie session name session id 接着还有一个time 加3600 这时候我们在销毁的时候 也要删除我们这样的一个cookie set cookie session name session id time 减一 就可以 这是如何来销毁我们的session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接着我们刚才也说了 我们默认 你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session有关的一些配置选项 在这里边有好多 我们简单先带着大家看一下 一会儿再看我们的配置文件 那接着看到 有一个session.auto start 设置我们session是否自动开启 如果这个选项开启之后 我们就不用每次再写一个session start了 接着再往下 session.cookie lifetime 设置session id的一个cookie过期时间 默认是0 接着设置session的cookie的有效路径 包括这个域名 好 看到这 session的名称 p-p-se-s-s-i-d 这也是它默认的一个名字 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 session 在这 看一下 在这块 有一个默认的名字 这 session.name 这就是我们session默认的名字 你可以把它变一下 对吧 默认的是p-p-se-s-s-i-d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接着还有save handlers 用于存储session的方式 那我们说了默认的我们session 是不是基于文件呀 像我们在这看到的产生的这个文件 sess sess 加上我们sessionid号 这样的一个文件 来存储我们的session 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这自定义 像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保存到我们的数据库中 包括保存到我们的内存里 都可以 接着session.sealpass 这是我们的保存session的一个物理路径 如果没设置的话 默认的保存到我们的临时目录中 临时目录中 好 接着再往下 还有session.usecookies 设置sessionid号 是否使用我们的cookie传递 对吧 默认的也是使用 那接着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边 session.cookie .usecookie 默认值也是1 再 再 搜一下吧 session.usecookie 这 对吧 是否使用我们的cookie 来保存 默认的也是 设置我们sessionid号 是否使用我们的cookie来传递 接着还有session.useonlycookies 设置是否仅能使用我们的cookie 来传递我们的sessionid 那传递sessionid呢 默认的是使用cookie 但是呢 我们的cookie 是不是用户可以自动的来禁用呀 那如果禁用的话 我们还能用我们的session吗 对吧 这也是我们的面词题中 经常会问到的 那其实呢 是可以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呢 对 可以通过我们的url来进行一个传递 那接着还有session.usetransid 它是否使用明码在url中来显示我们的sid 默认的是不使用的 因为不安全 最后两个选项呢 来看一下 它是我们的session的这样一个 垃圾回收机制 就是我们在这要说的 自动销毁 销毁 即自动回收机制 在这块看一下 有这样两个值 定义在每次出手画 绘画的时候 会启动我们的垃圾回收程序的一个概率 这个收集概率制造公式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选项 properability 除以我们的这个选项 如果说我们对绘画页面访问越频繁 我们这个概率就越小 我们建议设的值呢 也是 它的值是1 这个值呢 是1000到5000之间的一个 那接着还有最后一个 我们的session的一个有效期 默认的你看到是1440秒 接着超过此三数所指的秒数后 保存的数据将会被视为垃圾 并且由我们的垃圾回收程序进行个清理 被啊 这个词写错了 好 那接着再看一下 就像我们说 如果我们的浏览器进用cookie之后 首先呢 我们把它 假如说usecookie之 写上一个 0 对吧 还有我们的session transit 是否来显示 默认不显示 我们需要把它开启 这 把它来开启 保存 接着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的服务器 看一下 如果我们进用了cookie之后 我们是否可以来传递啊 答案是可以的 给star一下 在这呢 我们就可以来传递一下 给再来一个例子 第五个 session session 假如说在这呢 我们来设置 session start 到的下线 session 就存一 简单值啊 三个 四个a 等一个111 到的下线 session 四个b 等于222 接着我们可以来通过链接 来传递 或者我们输出也行啊 输出也行 直接写吧 传到6-dump.prp 在这里边呢 首先 6-dump.prp 传递的参数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session名字 对应着 session的id号 在这呢 我们传递一下 session名字 你可以这样 echo一下 得到session名字 是不是有一个 sessionname呀 接着并且 等于 session名字 等于 什么值呢 对 等于echo一下 sessionid 这是一种方式 接着还有一个常量 这个sid呢 就代表的是 名字等于值 有这样一个常量 给大家写一下 有一个sid的常量 它的代表 什么呀 就是sessionname sessionname 等于 sessionid 这个常量也可以 所以说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这种形式 6-dump.prp 问号 iqo一下 sid 这是sid的形式 也可以 如果没进用 cubit的话 这两个呢 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不会显示出 我们的名字和 id 在我们的地址栏上 如果进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它来传递了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6-dump 6-dump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在这儿呢 我们再来 6-dump session start 挖 dump一下 doller 小钱 session 那接着在这里边呢 我们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好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在这儿 来试验一下 第几个 第五个 第五个 来一个hider啊 试验一下编码 好 来打开 首先啊 看一下 当我们 进用cookie之后 进用cookie之后 或者说我们 usecookie 我们在这儿 已经把它变成什么了 对 不使用我们的cookie了 已经看到了 向上 usecookie 是不是等于零了 是否使用我们的cookie 没有使用cookie之后 你看 当我们再打它的时候 看地址栏这一块 我们先考出来 先不看数据 一会儿再来给你解决这一块啊 先看地址栏 传递了什么呀 对 psse se ssid 值呢 对应的是我们的sessionid号 是不是已经传过去了 对吧 传过去之后 我们在这一块 在开始之前 可以通过sessionid 来得到 根据名字 来得到我们这个 session的这样一个 得到什么呢 我们这个session的这样一个名字 根据名字 来得到这样一个id号 就上次的一个绘画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这个sessionid 刚才是不是可以产生 我们的这个当前产生的这个唯一编号啊 对吧 那接着如果您可以给我传这样一个名字 我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绘画的信息 它是获取或设置当前绘画的id 如果没有的话 第一次相当于设置 如果有的话 可以来获取 我也可以使用长亮ssid 获取以字符串格式 表达的这样一个绘画名称和id 这就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接着你加了这个选项之后 你再看 看好了 session 得没得到我们的值啊 是不是已经有了 对吧 接着是不是也得到这个绘画 这样的一个值了 绘画的信息 那现在你看 如果我们启用了这个cookie 我们就在地址栏上再点的时候 就不会有了 就不会看到我们刚才传递的这一串内容了 我们再重新 这个是可以有的 大家看sid啊 因为这是我们超链接嘛 看sid sid的话 这块就不会有了 你看 这就不会有了 那接着呢 这个session start 这sessionid is too long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块我们没有传 没有传递啊 没有传递 所以说我可以把它住掉 可以把它住掉 你再看 sid形式 现在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看一下是否进用我们cookie 进入cookie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地址栏上 来传我们这样的一个session名字 以及我们的sessionid 那服务器接到之后呢 也可以得到我们这样的信息 这是我们session的这样一个应用 那大家了解之后呢 下一节课我们再带着大家 通过session呢 也实现一下 像我们的自动登陆啊 我们这个登陆的例子 包括实现一个 像我们经常完成的购物车的例子 也可以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先把这一块了解一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